看到我们的后面这间佛寺 别以为我们飞去青莱的白庙 是的 我们没有不值到处飞 这里都是一个佛统府 后面有白色的佛庙 最近人气急升很多人来的 难道有很多元化吗 不是很多元化 这里人来只是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拜神 第二很重要的就是拍照打卡 这个佛庙绝对可以说是青莱的白庙的迷你版本 但是你知道去青莱的话 要在曼谷搭内陆机去 甚至在曼谷坐车也要很长时间 来佛统府一个多钟后车程就可以了 来到这里拍照打卡漂亮得不得了 位置细致不得了 于是如果喜欢拍照打卡的话 来这里就非常好 我是泰国人 常常入佛寺拜神拜佛 但这间佛寺这么有特色 我都没见过 正如青莱的白庙一样 这间白色的佛寺里面充满一些艺术感 与此同时也充满了泰国人的幽默感 例如刚才看到一些类似机械 受改造人之余 更加一位朋友 个个都认识 是什么 泰国总理巴欲 佛寺里面有佛像是理所当然 但对一般不认识的人来说 对了很多佛像很漂亮 但对于识的人来说就不同 在这里来说 好像西方英雄电影 什么伏仇者 对了 是拜佛者联盟 没错 拜佛者联盟 这里把不同散夫 一些很重要 很有名的佛像 放在这里 让大家一次过 不用穿州过散 可以拜完这些神佛 还不是拜佛者联盟 这个概念很棒 一般泰国佛子的墙壁 是用人手画出来的 但这些就是用人手砌出来的 总共做多少钱呢 就是六亿泰铸 泰国人喜欢捐棺材做善事 于是很多佛子里面 总会有些棺木 给大家做善事捐钱 方便死者有奇观 那好像这里 更加有一个骷髅公仔 给你回个例 不要客气 应该的应该的 除了白色之外 这里还有另一部分 就是红色的 各位观众 就是这个 拜鬼王联盟 没错 鬼王者 如果你在曼谷 乘过飞机回香港的话 总会看到 国际机场之上 有几专鬼王 鬼王不代表好猛鬼 而说鬼王的工作 主要是赶鬼除魔 所以大家来拜他 希望那些坏东西 魔鬼 妖魔鬼鬼 可以远离自己 希望能够得到幸运 那样用什么来拜他 才不是红色的东西 才不是红色的东西 也相当有名 虽然不至于像刚才的佛子 那样金碧辉煌 和有艺术成分 但最重要 他里面有一位主持 这位主持 也很出名 他最出名之处 就有如金龙王一样 可以帮你吹急避空 告诉你 你的过去和未来 我向来知道 香港的观众 是较为现实的 若然你告诉他 佛子有多漂亮 历史有多悠久 他反而会觉得 是吗 不知道 但若然你告诉他 我佛子 被那些师傅做法事 很厉害 会改运 那又不同了 立刻会问你 在哪里 如何改法 二日来 这位师傅做法事 有些都挺令人震惊的 这位师傅 较为低调 而他里面 亦不至于超级美 但最重要 够美 就以Aoudi为例 听到头哒哒 证明 应该有些了道 其实有时 很怕找这些师傅 就是 一旦说你好 你就开心 如果说你不好 你就担心 但这位师傅 若然觉得你不好 或者你担心 他就有法事 可以帮你做 令你尽量不好 就变好些 这一副就是 泰斯的棺木 泰国人相信 睡棺木 给师傅做法事 可以改运 虽然这个环节 很久以前 在我的节目里 曾经拍过 但这次很不同 因为棺木 做法事的方式 亦是很不同 话说之前 曾经找玲玲 试过 睡棺材改运 而那时 那个是在曼谷拍的 而这个是在佛筒虎拍 最大不同之处 就是说 副棺材会动 不是他自己动 是大家推动 去360度旋转 情况跟曼谷的一样 人躺下棺材之后 蓋上白布 再由师傅诵经 诵经之后 转一转棺材360度 跟着重新再念经 然后起床 再重新做人 坏的运走 好的运走 就会来的 不过 若然你始终有些顾忌 觉得 睡棺材 这么大的儿子 没睡过 会不会 如果你害怕的话 不要紧 师傅就有另一顶法事 可以帮你做的 刚才师傅在水上 年年有迟 诵经一番 原来是将那些水 触覆 触覆完之后 就将这些水 淋到Woodie那里 目的就是 沖洗水凉 希望沖洗完之后 会有混合 那Woodie准备好了 这个法事 保证令大家震惊 有多震惊 一盆冷水照头淋 直接打冷震 不过 对于泰国人来说 习惯冲冻水凉 所以你见 Woodie震也不震 简直处便不惊 Woodie刚刚洗完这个胜水凉 那感觉如何呢 马上新鲜滚热 我先问一下 Woodie你好 刚刚洗完这个凉 很滑滑滑滑 那你感觉如何呢 觉得自己 更加精神 那这个可以解释 因为现时天气三十多度 那洗这个冻水凉 当然会精神 不同的 不同的 平时我洗澡的精神 这些是清醒 而且刚才师傅 一路念经的时间 我在这里坐 背着眼睛 双手合十败 接着 觉得师傅念经 淋着水的时间 我好像见到 白色在前面 转来转去 觉得很奇怪 那即是头晕眼花 不舒服 是不是 不是不舒服 真的不是不舒服 真的不同 洗澡 不是平时洗澡 真的很精神 很有清醒 然后师傅 沖完胜水 开转后 人家是不觉得冰 或者怎么样 真的觉得很舒服 感觉 真是信不信由 不过有一件事 我可以预言 如果你继续坐在那里 一定会不舒服 一定会冷 不如你换衣服 不然你换衣服 不然下一节 说不及拍了 快点去 主演家 这个《伏黑古灵精怪东南亚泰》 又告一段落 16集 说这么快就完结了 大家不要挂着 我也挂着 最初拍的时候 我们三个主持 但是拍一拍 最终的项目 只剩我一个 没问题 因为两个都没有空 今次这个节目 其实都学到很多东西 亦都是很开心 开心之处在于 第一 师君给了一个机会 开了一道大环笔 开了六灯 任我去创作 完全没什么过问 任得我自把自为 胡作乱为 多谢师君 多谢的信任 第二 节目出了之后 也有很多朋友留言 鼓励支持 还有看一些留言 是赚多个坛的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 所以这么多日以来的辛苦 其实都是值得的 有多辛苦呢 说一说 例如试过 连续五日外景 是没有休息 接着每日 是没有时间吃饭 是一餐都没有吃过 然后晚上回去 都疲到死 隨便吃碗面 就睡觉 甚至乎 拍到人又累 裤又难 裤又难 裤又难了 没有时间去做 然后衣服又臭 没有时间去洗衣 换衣 接着口罩已经黄 真的辛苦得不得了 那些摄制队 都陪我一起捱 没有饭吃 但很好 他们都笑着来了 而在香港帮我剪片的朋友 都很感谢他 因为不是内容不可以 而是拍摄的一些问题 让他改完 又改了一段片 改成十次 很感谢这位朋友 Sam 不断帮我剪片 做到最好 剪到这么好 Sam 多谢你 更加多谢我的助手 不断跟我联络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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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上 都叫做好彩 例如今天外景 来之前 竟然带雨 但来到没有雨 天都帮着我 多谢上天帮助 最紧要最紧要 就是有大家的支持 一直以来 节目的收视 其实我觉得都 我自己觉得满意 当然不是很高 但我觉得都OK 都满意 不是想象中这么差 多谢大家的支持 究竟会有下一集 金龙王说到我日下很好 但好与不好 这些都要看自己 你自己做得好 那就好 自己做得不好 就不好 大家觉得做得好 还是不好 大家自己去分析 好 说到这里 都是够时间 要走了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的支持 再次多谢每一位 支持我的观众 多谢大家